为了推广瑞税的凤梨香公所 7月22号在复兴社区凤梨公园 第一次举办了瑞税凤梨节 花莲县瑞税香凤梨及其他农厕产品的展售活动 现场有很多的农厕产品贩售 希望可以透过活动推广瑞税凤梨还有在地的农产品 花东纵谷地区在7月迎来凤梨的产集 花莲县瑞税香的凤梨产量居全县之管 同时也是花莲县种植面积最大的乡镇 主要栽种精湛凤梨以及图凤梨 为了推广凤梨香公所在复兴的社区凤梨公园 首次举办112年瑞税凤梨节 现场有多种的农特产品贩售 期盼能够透过活动推广瑞税凤梨以及在地的农特产品 今年的产量是很好 因为产量价钱又好产量又高 我希望说我们前台湾的农友 可以尽量来销售我们的凤梨 凤梨农产品 我们瑞税样样都有 在地小龙表示很开心瑞税办理这场凤梨节 希望每一年都能够办理 让大家都能记住瑞税还有凤梨节 瑞税乡长表示 瑞税的凤梨品质优良果实饱满多汁 是炎炎夏日中不能错过的酸甜好滋味 平常凤梨和瑞税的在地农特产品 现场也有多种小活动可以参与 希望能借由凤梨节活动 让大家更认识瑞税 记者高双双瑞税相采访报道